大家好,我是苏妍,出现了中学节 今天是伦敦时间的3月27号 我现在刚起床脸都还没洗 为什么要录一个特别短的 两分钟的视频啊,就说两分钟 因为我刚才又刷到一条视频 说 现在英国王室已经在 秘密的筹备 这个查尔斯国王的葬礼的 这个过程了 而且威廉王子没有 通知参加 这个葬礼的筹备过程 因为这个凯特病重 他也无暇顾及 我要说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爆料呢 是从国内的 这个小视频里面看到的 这个不重要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英国王室啊 包括伊里莎白女王 当初的那个葬礼的 那个叫什么 伦敦塔桥行动还是计划什么的 他们都有一个名称 就这些英国王室的这些 核心人员吧 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就是万一比如说 如果不是说这种正常的生病去世 哪怕比如说突然遭遇了车祸 这种意外身亡什么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葬礼的 这个整个流程啊 是早就比如说 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就就有准备的 就是以防万一 尤其是比如说 伊丽莎白女王 他他那个时期 还是二战什么的 就是说还有战争的危险 那就是说这些 这些国家的 员兽也好 或者说是 这个这个 女王也好 国王也好 万一要有个什么意外的话 那他必须有一套紧急的 这个应对的制度 所以说呢 筹备葬礼这个事情呢 这个并不 并不奇怪 就是不只是查尔斯国王 现在 我估计可能在他四五十岁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这些备案了 尤其他现在已经当 加冕当了国王嘛 那所以说 我觉得甚至于在他加冕当国王之后 都都会有这些 比如说万一 他这个国王去世了 那么他的葬礼是怎么个流程 都有一套紧急的手续 这个并不奇怪 但是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现在就是 我大概我记得我一个月前 有在英国的媒体上 看到过类似的新闻 就说 当时那个 当时查尔斯国王 刚刚官宣 他患了癌症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 英美有新闻 就说 说这个 查尔斯国王的 这个葬礼的程序 这个计划 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这么一个 我忘了那个代号了 叫什么名字了 好像叫没什么 我忘了那个代号 今天我又刷到了 这个又在说 关于他葬礼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不想说其他的 我就想提醒 一点 就是我大概一个月前 我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过 当时这个 查尔斯国王 确诊患癌 然后那个 安德鲁 公爵的那个 前妻 Sara 患皮肤癌 然后凯特王妃 当时没有确诊患癌 但是病重住院 对吧 然后已经一个多月 没有露面 还有谁 好几件事情 加在一起 当时我就 有一个视频 我就说 我说 我相信这么多的突发事件 而且全部在2024年的1月份发生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这个白金汉宫的风水出了问题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还要重新说这一点呢 就是说 昨天不是我录了一个视频 说有人说这个这个这个英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和BBC 还有英国的各大媒体都在发正式的新闻 说这个英国的政府的这4000万的选民 包括这个上了制裁名单的这些官员 英国政府的议会官员 都被这个中国的来自中国的黑客给黑了 把这些资料都给黑了 所以说呢 他们有可能是涉及到想要操控今年的这个这个英国的大选 包括影响可能会想要影响或者渗透英国的这个政坛 那么所以说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事情啊 都不会是偶然的突发的事件 就是说如果说 在我们已经知道 有来自中国的黑客再黑英国的政坛的这些资料以后 我现在基本上更加可以确定 就是说 英国王室自从进入2024年以来突发的 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 一月和二月突发的这 好几个重要的核心的王室成员都重病患癌 甚至于凯特王妃现在才42岁就患癌 我真的不认为这是偶然的情况 因为如果一个人患癌 可能是偶然的 是生老病死正常的 如果三个人患癌 应该就是风水的问题 所以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个风水从来就是中国的命理之术 所以说 懂一点命理的都知道 其实如果用这种风水之术害人的话 它是会反噬 是会反噬伤到这个命理师本人的 但是我觉得 怎么讲 我还是提醒英国王室一点 你们一定要找不同的至少三个香港或者是台湾的风水命理的专家 一定要把整个的白金汉宫和肯森登皇宫排查一遍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们可能知道香港比如当时那个那个汇丰大厦和那个和那个中国银行斗风水的那些故事 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 不是说空穴来风的 李嘉诚啊 汇丰啊 也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 花几百万美金就为了搞这个不存在的风水 所以说白金汉宫一定要舍得花钱 请 请风水大师高人 帮你们做一下这个局 不然的话 可能后面还会有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 拜拜 拜拜